2月4号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受邀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近日 洪秀柱在接受中心社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能够亲眼见证北京成为世界第一的双奥之城的历史时刻 深感荣幸 在洪秀柱看来 如果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 是中国对于世界热情友善的自我介绍 那么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透露出来的则是开放和前卫的一面 冬奥会期间 部分在京台青组成了冬奥城市志愿者服务队 为冬奥服务非常受欢迎 而在赛场内外 同样有不少台青为冬奥做志愿服务 洪秀柱盛赞这些年轻人是最好的楷模 支持传递正能量更要善于运用网络 洪秀柱奋起先行 2021年洪秀柱入驻大陆网络平台 分享自己对于两岸关系的观察和思考 短时间内收获了百万粉丝 红秀柱表示传递正能量是为了破除抹黑和诋毁 正因为确实的落差 会有些意图丑化大陆的人呢 有机会可以从中作梗 扭曲事实 因为台独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就越容易在网络上 引发寒蝉的效益 我常常鼓励那些 曾经到大陆实际参与 参与过交流的年轻人 不要害怕 说出真话 把他们看到的 这个大陆实际的一面 告诉他们的同才好友 这样才能够去破除那些误解跟谎言 在此次北京的冬奥执行中 红秀柱首次提出 中国梦不能缺少台湾 台湾不能在民族复兴浪潮中缺席 红秀柱认为 两岸的融合发展 已经是大势所趋 佩然莫之能欲 我认为现在两岸呢 有呈现一个很特别的情形 这好像政治方面看起来很冷 可是呢 在经济方面却不一样的 非常的热络在经贸方面 这就代表了两岸的优势 互补融合发展 是大势所趋 也很难以去阻止了 这就是退然莫之能欲的 中国梦代表了中国人 对于民族复兴的期待跟盼望 所以我们相信 如果没有台湾 当然中国梦就不会圆满了 而台湾更是这个 在经贸上面 越来越高度的依赖大陆 因此两岸同胞 一定要一起携手并进 才能够共同为民族 听到我们灿烂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